明星们看起来都是光鲜亮丽的 但是事实上 很多明星在成名以前都是农村出身的 跟我们一样非常的普通 过着寻常的日子 所以我们就很想知道 明星如果回到农村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们的小仙女正爽 小编角者 她是娱乐圈最不修别俗的明星了吧 在节目中我们早已见过她穿棉裤 睡衣 棉鞋在床上躺尸的样子 虽然有点处 但我们心知不明 自己在家也是这样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看似神经大条的正手 居然还会干面皮 看手法和面皮的后果程度 依稀能判断出小爽私下 应该是没受干家务活 估计家人都被她这种举动感动了吧 异样千玺是人气组和Tia Quest中的一员 长相清秀出众 性格幽默风格 能歌上国 作为多才多艺的刚红想鲜手 十分低调内敛 异样千玺回到农村画风秒边老干部 看着伸手确实有那么两下子吗 说起沈梦辰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传出河渡海涛恋爱消息 而被广泛观众引起关注 之后又常常做客湖南卫士而走 沈梦辰回老家后总喜欢给家女人分担家务活 很勤劳 赵丽颖出生于河北廊房的农村 父母是弟弟到道的游民 但出生并没有影响他奋斗的步伐 赵丽颖凭着精湛的演技和实力 在娱乐圈这个大仰缸里 连滚带爬的努力前进 也是娱乐圈里公认的拼命三样 回到农村的赵丽颖非常调皮 在你弟弟玩出了你身的泥 不仅如此 他还很能干的包起了玉米 毫无明星的包袱 刘强东小时候家境不好 但他是个学霸 上大学的五百块学费 还是亲戚邻居东拼西透给他的 所以刘强东对农村老家的朋友 一直有着感激之情 刘强东回到老家也是很接地气 拉碗车装柜子 说到静东相信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 这几年静东开启大瓶模式 有脸级有颜值 但他可谓是圈粉无数 静东回老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街边吃一碗家乡的特色美食 男神回老家打扮的十分接地气 不过还是男演帅气 岳云鹏风趣幽默 他是淳朴 因而深受观众喜爱 虽然岳云鹏这几年成名太快 但他并没有膨胀 不爽大海也没传过任何绯闻 成名后的岳云鹏并不忘闻 前霞的时候 还是会回老家待上几天 小月月手里把玩的是蚂蚱吗 最后这一位就不太好了 回到农村 他居然前期到连饭都不吃 李湘一直都是娇生惯养的 某期中一节目中李湘 也是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